議員委質疑黑心快篩和食藥署的關係很好 那藍綠委都有點名食藥署長吳壽美應該要下台 那院長怎麼看 對於任何疫苗醫材 食藥署都依據科學用國家法律嚴謹的審查 我們對於國人的健康保護不以益利 但有任何黑心不良廠商以不符合標準的其他廠牌來混沖的一幕混珠不法行為 政府一定基於保護國人健康嚴查嚴辦 也請不要混淆 反而應該要追究不法的商人 防止不法暴力一幕混珠的行為 才能保護國人健康 才能做好防疫